大家好,我是500 你们还记得我三个月前的样子吗? 2021年4月5日这一天 我遇到了爸爸 在那之前我已经被拴在树下好久了 久到,我好像都忘了时间是什么 只记得我好渴 身上也好痒好痛 爸爸挖500块买下了我 他说,我以后就叫500了 晚上他带我去了医院 医生说很有皮肤病 细小和浅冠状病毒 呜呜,原来我差点就死掉了 出院的日子里,爸爸每天都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零食 大夫对我也很好 当然,如果能不打针就更好啦 为了治病,他们把我踢成了一个小兔子 好在我争气10天就出院了 身价也成500,顺利涨到了5000 回家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姐姐 她好漂亮啊,还会玩飞盘 在新家我第一次有了漂亮的房子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娃娃 第一次上了狗狗训练课 我不只学会了指令,也学会了拆家 有两次还不小心咬了爸爸 好在他没有跟我一只小狗计较 爸爸带我们一起踢球 一起玩水,一起烧烤 我的皮肤病好了 毛越来越多 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你们看我现在是不是长得很帅呀 手上哪怕有风浪 оль不是很帅呀 lo not 有变化